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软件的人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专业太痛苦了 基本上一年半左右就要淘汰一次 所以我三十一年了 不知道淘汰了多少次 你说就是你实际上实地从事的动手做的事情 这个软件如果作为一种产品的话 就是淘汰了很多 但是思想还是在延续着为用户服务这个思想 那么过去的用户和现在的用户有什么差别呢 过去的用户和现在的用户差别 也是不知道更换了多少代了 因为你看那个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说能够把一个2加3等于5 能够算出来就觉得这东西挺良不得的 当时硬件是用什么样的硬件 淡板机 我们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是用户满机 这个型号还说得出来吗 8080 8080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硬件的型号就 因为它已经都放在一个箱子里了 就慢慢慢慢就高 你买回家的第一台电脑是什么 我自己买的Z80这个CPU 然后到这个我们叫叫叫叫 那是没本的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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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年记得吗 286这个机器 大致你在美国的期间吧 大概是993年吧 93年 那么96年的时候你的机器是什么样的机器呢 应该是386了 应该到了386了 已经386了 对对对 那么在美国待了多长时间在这个区域 我在这个区域的时间很少了 我待了一个多月就又回去了 就是当时呢 本来是想来在这里办我的公司 因为我94年8月11号创办了我自己的公司 那时候干什么呢 就是也是在做软件 但是呢 没有收入 那时候中国人 大陆人买软件 这个概念没有 然后呢 我就想到有一件事好做 我想未来啊 人们所有的东西都要从计算机来寻找 因此呢 我就想到可以把所有的纸上的资料 能够输入到计算机里面去 这样子不就好办了吗 所以呢 我就来找美国的图书馆 我就说我来帮你输 我在中国主持人员来帮你输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里想办公室 可是呢 当时语言可能也有问题 反正有很多问题 就是这件事 没能谈成 没能做成 没能做成 我想在这地方带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就又回去了 当时你去图书馆 图书馆的最多的资料是用什么形式 当时在美国的这个图书馆的资料 大多数还是在纸面上记载 那个时候其实美国也是都是在纸面上 少部分呢 少部分呢 它好像已经扫描成这个影音件了 胶片 对 影音件 对 胶片 胶片 在一个滚轮 这个大屏幕上面读 但是总之来讲呢 它没有数字化 没有数字化 对 还是那种那种那种有形的物理的 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很大 你看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要放电脑 我当时的想法很超 我和图书馆谈的时候 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那种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那么你当年的客户如果是做计算机 你刚才也说了 做软件就是实际上最后是界面是这样的服务 那么当时的客户和现在的客户有什么差别 当时的客户很好说话了 因为我们说了的话 他见到我们就觉得了不得 因为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所以所有的远见的这个自动化的东西 他都觉得很新鲜 所以那时候升级很好做 那时候是我们说什么 他就是什么 什么样的客户 对 基本上在中国当时大陆 无论是哪一个程序的 商业客户 机关 企业 机构 包括你说的图书馆 我们服务的对象 主要还是企业 企业 企业 因为企业呢 为什么我把这个重点放在企业呢 因为远见对企业来讲呢 它的效率 它是能够真正的提高的 所以这个抗应呢 是我们比较去注重的 但是后来呢 发展就像个人在转移 包括你今天所说的 实际上你自己到这次到这边来 要推的这个APP的这个 自助自己来做的这个软件 那么今天实际上是除了 这个平台也不一样了 286的电脑很重 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有 手提这个手持的器械 尤其是手机 而且是针对客户的面的话 客户的概念也转变了 可能是个人 可能是个人不一定是盈利为目的 更多的是你在提供一个平台服务 是这样的 对 现在的这个个人呢 对这个信息的要求呢 应该已经走到了 我们的这个软件公司的前面了 这个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呢是他听我们的 现在呢个体呢 人都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 说这个东西也可以电脑来实现 那个东西也可以电脑来实现 后来呢说这个电脑不行了 这个太笨重了 变成笔记笨电脑 笔记笨电脑还太重 打开不方便 变成手持 那这个手持的东西发展了之后 我们对它的远见的要求就有了也多 对吧 那么应该说这个四年来啊 App这个概念出来 就是Appleasing应用这个概念出来以后 那么这个行业的受到的大多数的影响啊 还是用户带着软件公司在 就用户带动 对 就是我们的用户变得越来越想法了 对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App好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App好啊 因为我要去上街买个菜 App一点 在什么地方 我要开车 App一点 导航了 对吧 我要聊天 App一点 我的朋友哪怕在中国 看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就有更多的想法了 那现在是远见公司跟不上我们人们的想法 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 我现在还可以看一个报纸 这个报纸的消息来得太慢了 我能不能够不要看报纸 我手机上一点 世界日报出来了 星导日报出来了 那就方便了 比如说我现在在看ICN 这个ICN呢 我还在住在电视间面前看 我能不能在手机上 说现在我们这个折播 它一点 它就能看到了 那么这样的要求 就促使我们远见公司在思考 你能不能跟得上 可否的需求 那么 当然了 我们可以说 好办啊 你不是想要一个这样的远见吗 甚至于比如说 我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人 说我个人也想搞一个APP 比如说 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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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多的学生 喜欢听我的课 我能不能 有个APP 我在这里讲课 我的学生就能 听到了 甚至于有人这样想 说我的baby很小啊 刚生下来挺可爱的吧 我能不能每天记录它 可以说记录它以后还不行啊 我知道还不行啊 我还要认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亲戚朋友 随时也看到他 这事情 我能不能有个APP 这个APP叫我的baby 这样子 能给人大陆的 台湾的 所有人 同时来看到他 其实我本来想 紧接着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就是现代用户的需求 包括应用需求 而且体现在手机上的应用的需求 你抓住了没抓住 那么这还是原来想问的 你刚才已经回答了 实际上你已经在做这个事情 已经想到这一步 但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既满足了他们 是不是你在 也同时也在鼓励他们 有更多的应用需求 对 这个世界的发展呢 它总是像这个 这个人的两条腿一样 是线上了一步 然后下一个腿呢 叫跟上一步 就是说 用户有个想法 来推进了我们这个IT公司 我们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说你去满足他 但你刚刚满足了 真的用户又有性的想法 这样子不断不断来推动他 那么这样子 整个世界呢 用我们公司的话说呢 就是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是推动这个世界 向美好的方向 前进一步一步一步的前进 比如说 大家有了这样的想法 每个人都想 有自己的APP 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刚开始 很多远近公司说 头脑没发热吧 有毛病吧 说你个人想要一个APP 你知道一个APP 做我们要花 一个远近公司 要花多少时间吗 没有四五个月 你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呢 对吧 你没有几十万几百万 你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 在APP原来都是什么 原来是高大上的 富贵人 有钱人 才能享受的东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 很多个体的需求 就都不到满足 鸾总你一直在提前 我想问的问题 你都说出来 实际上我就想跟你说的一点 就是说我自己的体验 我就知道 去做一个APP 做一个包括新闻发布的APP 这种运用的 手机运用的 这种程序的话 实际上是要花几万块钱 我说的是人民币 其实美元也动辄要上万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 当然现在也有这种免费的 号称免费的 一个是几万块钱 一个是几个星期时间 不说更长 几个星期时间 那么你先做到 你怎么做到的 其实呢 这个事情呢 最关键你做到的是 要给下载这个软件 然后用着这个软件 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的伯伯 这个想做自己APP 你为什么能做到 做到了为什么是免费的 这一件事呢 就是说 人们有这个诉求 作为我们这样的公司呢 你本身确实要满足 人们的诉求的 那满足诉求呢 当然有各种途径了 对吧 那么首先一点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他如果拥有一个APP 这一件事 你至少不能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吓了 吓怕了 你说你要一个 这个APP 要钱 要时间 对 钱 时间都不要说 你先告诉我一下 你有什么需求啊 你能描述一下吗 这人家非专业的人一听 吓坏了 什么叫诉求啊 什么描述啊 说得得得得 我不要了 所以我就被动吧 我不要去主动了 所以我们就想呢 这个事情呢 作为一个IT公司呢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既然人们有这样的需求 有这样的市场 我们就要去满足它 因此呢 我们当然 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是取胜了 但是不是在今天这个时间上取胜的 我们是很多年前 就已经在预估未来的走向 我们是2000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这个模型出来 就是移动模型 当时大家可能觉得 我在网上 人家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叫乱疯子 所以我总是有些想法 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人家说你这个人疯了吧 那是个笔记本 还是很新鲜的一个东西 所以要搞移动 这个不可想象 但是呢 那个时候没有钱 这个模型呢 一直放在那里 没有办法投入开发 我们到06年呢 有钱了 我是94年办企业 一直到05年 我们才盈利 所以06年 有了钱了 我们就开发了 那么开发了8年 刚刚就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了 在大年初也公布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个普通消费者 你不要告诉我你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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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需求啊 什么什么文档啊 你就上来找 我们有几十种 上这个我们叫appmfl.com 就是app免费了的第一个字母 .com 你就会找 你总有一块适合于你 它上面有几十种啊 你比如说 你是一个要给baby用的 摩板 你是个幼儿园用的 给幼儿园用的 你是个报社 是报社 你是一个期刊 电视台 它全部给你想到了 然后呢 你就做简单的打勾选择 点一个按钮 一分钟 这个app就给你做出来 就生成了 生成了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 你对一个普通消费者 你如果说 我要有个app 好 软件公司把软件给你 成熟做好了 成熟做好了 你不能放在手上了 你放在哪呢 你要一个service 你要有网络 那太贵了 你也弄不神 那我们这个呢 是这样 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给你放到了我们 总的集中的service上 这个也是免费的 就是制作 帮你 就是服务器上面 免费 服务器在你手上 服务器呢 我们是在一个大的云平台上 那好 制作是免费的 运营也是免费的 那好 那你现在是更多的是 在提供服务 对 有一句话 远近接服务 我们就是要任大家 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移动互联网 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能使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工作 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你的营营模式是什么呢 对 我想你 刚才你总是说 我超前讲了 所以我在等你问我这个问题 是什么呢 大家一听说 你怎么都免费了 都免费了 你挣什么呢 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呢 免费的是什么 就是你做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你用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但是呢 我们在提供免费的同时啊 它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 是大家都会来用这个东西 那既然大家都在来用这个东西呢 那就有人会看准这个东西 谁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 它要来在上面 既然这东西好 大家都看 那我就可以在上面放一些我的公司的介绍了 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广告 但是在我们这里不叫广告了 你不需要做广告了 叫什么呢 叫营销 就它直接把你销售 广告不要做了 销售直接给你做完了 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所做的这个APP上 来投这么一个公司的简介啊 公司有什么产品啊 这个东西的定价权 是由我投放的人来定价的 不像现在到报纸上做广告 一般那么多钱 我做不起 所以我是哪怕一个很小的企业 我哪怕花五块钱 我就可以来进行实现销售 是要通过用户吗 不用 在你的平台上面做 是这样 它只要有任何一个 在我们的APPMFL.com上面 做出来的这个APP的用户 它只要装了任何一块软件 在它手机上 它就可以在它的手机上 来放出来投放 我的企业是干什么呢 我现在能提供你什么服务啊 它也是为大家服务了 这个为大家服务呢 比我就更加的为大家来做下了 我现在是给大家提供个免费的 不要钱 那现在用这种方法呢 它不但不要钱了 它给你读者 给你这个APP送钱 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个上面写上 我的公司是做电视节目的 ICM做电视节目的 你作为一个读者 一看了之后 假如我设定 说有人看这个呢 我就愿意出一块钱 好 读者一看 他就拿三毛钱拿走了 所以看在APPMFL 拿上 .com上来做出来的APP 它不但不需要付钱 还能有收入 这是一种新的 完全崭新的 你说读者能拿到钱 读者能拿到钱 这个APP组 比如你做了一个我的baby 我的baby呢 一旦投放到我们这个市场上 可能你家里就六个人看 其他人也对你家baby 可能也没那么感兴趣了 对吧 双方父母你们俩看 对吧 你们俩看呢 ICM呢 他投一个 我ICM现在正在做 这种电视节目 这样的一个产品说明 那么你们六个人呢 一打开呢 看到了这么一个说明 看到那个说明 看一次 就拿三毛钱拿走了 那不但是 你看了拿三毛钱 因为这个APP是你的嘛 你做的嘛 那六个人看完了 你这个APP组 还拿到三块钱 你看 就是你看啊 一块钱 这一个介绍 这个读者看的人拿了三毛钱 APP组呢 他要拿五毛钱 当然有两毛钱 是给我们进盒的 我们进盒就靠着两毛钱 来支撑大家 那你不看最后 我们拿到最少啊 但是所有的APP 比较大 他都给我 你的量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就注意支撑 这样的运营 那么金河下一步的 打算是什么呢 金河这次来到万区 和大家见面 我是远我这个 九六年以前在这的 十八年了 这个梦想 这个梦想是什么呢 总要为这里的人 带来一些好处 因为我自己的灵命啊 所以人家说我是个疯子呢 就是我认为我生活在这个 到了 我认为我啊 到了这个世界上啊 就应该是推动这个世界 向美好的方向 前进一步的人 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所以呢 上一次来 是想 给大家把这个繁重的 这个信息化的 这个数据化的工作 先做了 没做成 那这一次来 那就要干这么一件事了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万区的 所有的 想在我们大陆 来扩展自己 影响力的人 现在你很难啊 你除非回去做广告 你做广告 那钱也很多 哎 现在不用了 你只要上 3W APP MFL 就是APP 免费了 .com 你就自己 一分钱不要花 花一分钟时间 做一个APP 然后呢 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文章 就在这个APP上 发布出来 你这个APP 只要内容好 那我们那个市场上 现在有几千万人 他就能看到 你在这个市场上 发布的这个APP 我们不收推广费 我们全是免费的 帮你来进行推广 那这样就有很多人 看你的APP 说不定 你的APP 很快就有几万人看 这几万人看 这个市场影响的就大了 以后你再回到大陆 可能一下飞机 人家就认错你了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不仅这样了 你的这个APP 因为人多 那你还可以挣钱 还能挣到钱 这次来 完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 这个湾区 现在整个的发展 状况 在每年每年的变化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18年来 我虽然几乎是每年都来 这么一两次 这里的变化 也让我 一直在冲击着我 特别是它这个高科技的发展 是总是在领先的整个世界 那么这一次 我的印象最大的 就是我已经成为 这个湾区的一个人了 18年来 来了这么多次 以前没这个感觉 那为什么没这个感觉呢 以前来 总是别人开车带我走 对 然后到了哪里 说到了 然后谈事 谈完事走了 对我来讲 整个湾区呢 就是一个点 它没有成为一个立体的面 那么这一次呢 我下定决心 因为我要开始 想扎根到这个地方了 我要想真的来服务了 所以我这一次 一下飞机就驻车 驻了车 自己开车 所以这几天 我通过自己开车 我发现 哦 原来湾区是这么一回事 成了个面了 对了 成了个面了 所以我想啊 服务好湾区的这个资本啊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了 再加上我们已经有了基础平台 所以服务好大家 这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对湾区人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湾区人呢 就是呢 总体上来讲呢 一个呢 认真负责 守时 然后呢 很多事情呢 都会和我来进行认真的这个交流 这一点是一个很好的品质 比如说那天我看见你在做推广的时候 坐着你边上的有一位某一个市的市议员 直接就做出这样的评价 比如他正在竞选 需要这个募捐 或许你的APP能够用上 你觉得能用上吗 那肯定能用上了 现在那个APP呢 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宣传的手段 因为你想啊 每一个人如果要想把自己的内心来告白于天下 原来讲你应该把内心告白于天下 现在是你想把内心告白于天下 也很难实现 因为你没有手段 那么呢 有了这个APP呢 就是这个一个重要的手段 因为现在的人们啊 他的时间关联都很重 他没有时间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来进行读读 那么有了这个APP 你的心和你的所有的粉丝 和你的读者就远远的连在一起了 那当然就方便了 那这就是相对讲起来 就是他有一个个人定制的 对 相对定向的 对 平台又可以后台整合的 对 这么一个技术手段 对 来实现这个全流程的 包括他的竞选宣传 包括他后面的竞选的资料的发布 信息的发布 包括跟这个支持者的互动 包括后台可以连接这个 他的募捐平台 对 一个个体啊 一个人啊 如果现在这个社会啊 能够拥有一个APP 那当然是一个 就是相对比较潮吧 对 高大上 你想啊 这个原来只有一个报纸 一个电视台 花多少钱才能拥有的 现在个人就能拥有了 我所知道的同事当中 就是也是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 像报社要一个APP 看到大家都有手机上看报 看东西 然后直接想用APP 也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要花多少钱 第二个问题是找谁去做 对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是 弄完了之后 是不是日常的运营 需要多少费用 对 因为一次性的投入和持久的投入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 那么现在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尝试你的产品 一切都解决了 实际上开始的时候 表面上讲是这个尝试产品 更多的是持久的是在尝试这种服务 对 所以我们在大年马年初一 中国人这个马年初一 我们发布了这个产品 当时呢有人说 假如这个东西啊 在一年之内 如果有五万个APP产生 那你这个东西贡献太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全球这么多年来 一共才有130万个APP 那五万个APP就是百分之三点几了 那了不得了 可是没想到 我是2月14号离开湾区回国的 我是春节在这里做的发布 当然我们在大陆是通过中央电视四套 然后向全球发布的这个技术 可是没想到 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到了四万六了 就仅仅我回去到现在才五十天不到 四万六个APP 送出来了 你在湾区知道的 就是说跟你九六年来的时候 九六年的时候 如果湾区大家做创新的话 有一个特点 大家做完创新 并没有想 不一定想到要卖 小公司 那么最近这个18年 从你离开到现在是18年 最大的差别 现在都在说 大家要做start-up start-up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做到一定程度 要卖 不卖的话就自己上市 那么你这个金核软件下一步会怎么走呢 这个观念你讲得非常对 这个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8年前和现在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的原来在Stanford代购 在Stanford变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叫VC投资者 出成了我们的技术有用者 把猪养肥了 卖这个思想 原来我们总想这东西是我的 要留着 一辈子 一辈子 留着 那么今后呢也是这样 我们今后呢 从94年开始创业 我现在住了20年这个公司了 在国内 那住到了在中国最大的一个 欧外办公自动化的公司 在07年的时候 在国内的信赛满挂牌 挂牌了 那么呢 我现在这次来呢 除了宣传我这个技术 我还有一个想法呢 就是和这边的VC进行合作 项目合作还是整体的合作 整体合作也可以 项目合作也可以 那么呢 在国内呢 我们很快呢 要转主板 并且呢 我们这一次呢 讲到现在 我们这个还是有点私心 私心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么好的技术 全球都是我们独创的 美国也没有 我们到现在只有中文版 这些中文版呢 就是只为华人服务 美国人享受不了 从中文到过去做英文 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 还是比较复杂 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自私了一点 我们想这个 这么好的东西 先给我们中国人用 那中国群体的 对 但是呢 不能老是有这么私心 你看美国人发明了这个英特网 他也给中国人用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呢 已经把我们的英文版 已经在中国做完了 做好了 那么这次来呢 就是希望呢 在美国找到美国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美国来用云架设好了之后呢 把我们的英文版就放到美国 来供欧美英文体系的人用 那么这样的这个公司呢 我们现在找VC和我们合作 我们在这里来设立公司 在这里上市 所以呢 您刚才讲的 这就有两块 一个是中国这一块 我们来信任投资 把它卖 还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呢 在美国这一块 我们也会和美国的这样的这个 做运营呢 做市场呢 还是做其他 全部放在这儿做 全部放在这里做 包括数据都留在这边 全部数据都留在这里 这样子呢 来服务美国的这样的劳北心 OK 实际上就是说是 这边的人也不用担心 两个层面上不用担心 好像这边上载的数据 回过头来到中国去了 其实是这个担心 实际上还次要的了 另外一个就是网络再宽的速度 对对 会有问题 对对对 这样以后就不会了 因为从我们应该 最快在4月份就会把这个公司设立起来 以后就有英文版了 当然英文版好了以后呢 我们很快还有其他的语言版本 你可以就是推广到其他的 对对对 当然以美国为注点 就是像全球推广这个任务 我们会放在美国进行 说一点不着边际的话 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大家都在用 叫微信啊 对 我平时是很少说到具体的 这个某一家产品的 对对对对 不愿意说这样的话 你觉得你的权利 但是我还是要问这问题 就是你的权利大 还是他的权利大 这听明白的人都知道 当然是我们的权利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做了一个平台 微信呢 也仅仅是一个APP 我们呢 这个平台的生产能力呢 一分钟呢 可以做5000个APP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出来的4万多个APP 以及我们现在到6月30号 我们现在根据这个速度 我们估计到6月30号 我们会做出60万个APP 就在世界APP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60万个APP当中保不住 可能有6个 可能有60个 也可能有600个 和微信一样的 规模的这样的APP就出来了 所以世界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太阳 你不担心别人跟你着急吗 不会的 这个服务了大众 让更多的人享受免费 我相信有个别人会和我做起来 但是全体大众一定是拥护我的 我有点被你这么回答了之后 我有点想退回去 不问你刚才的问题 但是你已经回答出来了 而且回答那没有信心 谢谢你 鸾总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